今天给大家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如何避免被商家的虚假促销套路 第二个是iPhone用户如何避免被促销短信轰炸 嗨,大家好,我是方骏昊 那一年一度的双11又要到了 虽然很多人都在开玩笑说不买力省百分百 但其实每年的这段时间 各大平台上还是会有很多的历史低价的好物 那我作为一个主要给大家推荐好用软件的一个up主 今天自然不是要给大家推荐去买什么东西 那今天的内容还是跟软件相关 像双11这一类的购物节 其实最初的时候还是挺纯粹的 电商平台可以吸引消费者去消费 厂家的话可以走一波销量 年底充个业绩 那消费者也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东西 但是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 问题也越来越多 今天的视频主要是想给大家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鉴别商家的虚假促销 比如某些商品会在双11之前刻意抬高价格 然后等双11的时候再把价格调回正常水平 其实这都算好的了 更黑一点的商家 双11的价格反而不如平时的价格优惠 那另一个就是iPhone用户如何屏蔽促销短信的问题 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而开发的功能 不过我们今天只讲它的历史价格查询功能 使用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像主流的淘宝 京东 苏宁Ego 还有亚马逊等等 这些网站呢都是可以支持的 那比如我们在淘宝上 看中一件商品 我们就可以先点击这个分享按钮 然后选择复制链接 之后切换到慢慢买 软件就会提示你 是不是要查询价格走势 点击立即查询 软件就会给你展示这件商品的历史价格了 那如果没有弹窗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的历史查价 轴动把链接粘贴进去 然后点击查询就可以了 那首先这边会给你显示历史最低价 然后下面的图表我们还可以用 180天、60天和30天来进行查看 那这里边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图表并不能百分之百的 反映真实的到手价格 有的时候图表上的历史最低价 明显就是计算错误 那根据我这么长时间的使用体验来讲的话 准确率大概有95%左右吧 那这款软件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就是 能够显示你查询的商品是不是有隐藏的优惠券 那这类优惠券在淘宝或其他电商的产品页里是不会显示的 所以我平时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先在这边查一下 尤其是像零食或者电子产品配件之类的 有很多都是有优惠券可以领的 那除了手机软件以外 我们在电脑上也可以查询商品的历史价格 我们首先复制一个商品链接 然后打开慢慢买的网站 直接在搜索框中粘贴链接 然后搜索 我们就能查看到它的历史价格了 不过我平时的操作会比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更快一些 就像这样 那想知道如何实现这样的效果 可以查看我之前的一期视频 链接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简介栏里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如何屏蔽促销短信 那我个人从第一台智能手机开始 就一直用的是苹果的iPhone 直到今年才更换了第一台安卓手机 那用了这么多年的iPhone 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因为垃圾短信而感到非常的苦恼 直到后来 iOS升级之后 终于可以有第三方软件 可以帮助你来屏蔽垃圾短信了 我们在App Store里搜索短信过滤的话 会出来很多的结果 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 如果你只想用免费的软件 可以试一下用腾讯的手机管家 那它这里面除了有短信拦截以外 还可以标注骚扰来电 但是我个人在使用这些 可能会接触到敏感信息的第三方软件的时候 我会对它申请的权限比较在意一些 那像我在iPhone上使用的这款 短信过滤plus 它就不需要联网权限 完全可以离线工作 那虽然这款软件最初我是免费下载的 但是后来他们把软件改成了收费模式 那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 价格是6元 那还是那句话 大家不需要跟我用一样的软件 只要它不申请联网权限都是可以的 比如这款熊猫吃短信 目前的售价就是3元 那看简介的话就会发现 它们也是不会申请联网权限的 短信过滤plus的工作原理呢 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知道 基本上电商用来给你发促销短信的号码 都是106开头的 那我们就直接简单粗暴的 把106先给屏蔽掉 那在这个推荐的过滤器里面 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操作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发送验证码的号码 也是106开头的 那为了不让验证码短信被屏蔽掉 我们可以添加这个 信任验证码的过滤器 所以这款软件的逻辑是这样的 绿色标志的规则优先级 要大于红色标志 虽然我们屏蔽了所有106号码开头的短信 但是只要短信内容 包含了验证码这个关键词 软件就不会进行拦截 比如说我在这里还添加了 信任京东物流和生鲜送达 这两个关键词 那么即便是电商用106号码 给我发送短信 只要内容中含有京东物流 或者生鲜送达 那么短信就会正常给我推送了 那软件虽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用法 但是大部分人 只要设置了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可以免除电商的促销短信轰炸了 那不知道大家计划在今年的双十一 都要买哪些东西呢 还是不买历程百分百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